救護人員暗夜打著頭燈 從發生命案的平房 救出渾身傷痕累來的75歲老翁 手持淚氣痛下殺手的 是他71歲的胞弟 圓林市麒麟象金傳凶殺案 緊銷抵達現場時 75歲傷者坐握在走道上 頭部有開放性骨折 患者已經呈現一個歐卡的現象 頭部以及胸部 都出了一個撕裂傷 遺憾的是送醫人無法挽回老翁性命 據了解兩人疑似因為拜拜問題 起口角爆發爭執 照片中挽著另一半的手 夫妻十分恩愛 死者的太太去年過世 根據家屬透露 死者與弟弟在一二十年前 曾為了父母葬禮事宜而鬧得不愉快 很多年來都已沒有交集 那胸弦與死者之間 因為長期感情不目 昨天晚上見面的時候 一時氣憤引發殺機 案發後三個小時警方尋現偵辦追棄 在南投逮到胸弦 過年原本該是家族團聚的日子 卻疑似因拜拜鬧分歧演變成悲劇 成了年結憾事 三天新聞許初衛 轉後報道 三天新聞許初衛 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